男生沒想知道什麼呢 請揭曉 可以再看一次嗎 等一下... 我們先了解一下 你所謂的親密關係什麼動作 就大概接吻吧 接吻牽手啊 這種 是說 這樣子耶 對 幹嘛啊你 你幹嘛啊你 沒有... 眼睛痠的你 你剛剛稍微醒了一下 然後現在就開始 對 就是 親親這樣子 對 才算是男女朋友 媽 是不是 對 我覺得是口頭上承諾就是 你覺得口頭承諾 然後之後是時間的問題吧 應該時間上 就是怎麼發展就怎麼發展 但是一開始口頭承諾說 彼此是男女朋友 那就是 對 所以他要先確立兩個人的關係 我習慣這樣 不會說我還沒講好 就給人家 狂狂給你 親下去這樣子 不會啊 不會 我不會 可是萬一如果今天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很曖昧 然後感覺都很好 然後在一個真的時間啊 所有的一切燈光氣氛 都剛剛好的時候 忍不住他要親你了 你會在那一刻踩煞車說 媽 不可以 因為你不是我的男朋友 你不能接我 你會這樣子嗎 會 我會躲開 你們躲開 所以你要確立兩個人的關係 你才會讓他親你喔 算是 那他真的是很保守 很傳統的女生 對啊 那他如果是說 他那一刻就說 那我們在一起好不好 我會看他的誠意 看他是不是真心的 對 很怕別人跟我玩玩 要認真的 不要你跟我玩玩 那阿嬤呢 你會硬要親下去嗎 如果說氣氛那個 氣氛對的話 我會有把握 他會當我女朋友才會親 喔 厲害了嘛 是 他一定會答應了 好啦 下一位囉 下一位 寒冬 你好 我叫寒冬 今年21歲 也是學生 然後我的專長有很多 但大約都偏向運動 然後我也很會吃 因為我從小到大 還沒有遇過比我會吃的 你們一餐幾個便湯 跟他 等一下 一餐有吃到三個嗎 三個小Case 是嗎 因為我運動員運動量很大 非常大 比我睡覺時間還長 好辛苦喔 對啊 你們都不是很累嗎 打籃球 那真的食量會很大耶 真的 好啦 來看看正妹想知道什麼 請揭曉 來 我的門禁是10點半 你會覺得掃興或怎樣 而不跟我約會嗎 不會啊 很好啊 你有門禁嗎 我沒有 沒有 但我覺得女朋友這樣很好 很好 因為你就可以再約 另外一個 不是 10點半 好 多數半個小時 我11點約另外一個 對 看好一跳嘛 好...來 就覺得這樣很好 就不會擔心到晚上會不會 就是背著我怎樣 或是 背 或是會在外面危險或是怎樣 對啊 可以確定她是安全回家這樣子 對 所以反而喜歡女生有無敬耶 那你不會覺得 就是如果熱戀中 然後那麼早就要送她回家 很掃興嗎 沒辦法 因為我 要尊重她 我現在是白手起家 所以我要 未來 對 要打拚 早點回去的話也比較安全 要慢慢來嘛 OK 好啦 但是你要是萬一交往了很久了以後 她還是10點半回家 這樣OK喔 交往很久的話 我可能就變成睡在家了吧 睡在家裡 什麼意思 就是我一定會先 一定會跟她父母 就變得好像 因為我交往女朋友是想要 論結婚家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第三回合 喜歡你 請選擇 選擇 你的第一位是 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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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王 大衛王 他好像中頭獎 真的 你的 很厲害 你的第二位是 阿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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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第三位是 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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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鬼衣金布幕 最後一個階段了 這位氣質美女 要對男生做最後的自我推薦 請 我是一個一旦投入感情 就會非常認真的人 可是過去常常就是 傷心難過 就是被男生傷害 希望就是之後的男朋友 可以認真對待我 謝謝 沒有那麼痛 小定 阿彥 寒冬 你們三位願意對女生告白嗎 請舉手 小齡 整個遇到基因啊 兩個人說話 真的 兩個人都很... 對 吃的方面 對啊 而且他剛剛被 他第一個Cue他的時候 我就講嘛 他中頭獎耶 對 那個表情 真的 太棒了 有沒有人跟你搶 那就請就位囉 來 女生 請 好 加油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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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嘻嘻嘻 你準備好了 小叮叮 可以 嘻嘻 OK 請告白 來 你好 好 雖然我不是長得很帥 也不是長得很高 但是我有個熱情的心 因為我來自高雄 高雄有很多的美景 有西子灣 有中列池 但是我覺得這些 對我來說都還少了些什麼 然後今天看到妳我知道 少的人是妳 然後希望有機會妳能夠填補我 之後生活上的另一半 對 好會講話 她好像覺得少了什麼 原來少的就是妳 少了妳 來... 我到中間來面對這裡 來... 好啦 問一下女生 對於她的告白 有感覺到感動嗎 我覺得她講話有點彈 有點彈 什麼 不好意思 所以妳後悔了 有相音 有相音 所以等一下 這個是到底是好事 可以接受的嗎 是現在才聽出來嗎 剛剛你們對話 沒有聽出來嗎 因為可能剛剛講比較少 所以就聽不太出來 現在講比較多 不然可以接受她的台音 對 還是妳要 就是拿遙控器倒轉 還是要換啦 有要換嗎 我去上正音班 正音班 這樣 她會為了妳而稍微去做調整 這樣OK嗎 還是妳覺得她原本的樣子 就可愛就好 原本的樣子就很好 好啦 那就繼續她 改變自己 是啊 改變自己太痛苦了 我覺得應該是要 兩個人互相 感情才會持久 那祝福你們啦 好 OK 兩個人 手牽手去西子灣 好 西子灣約會啦 來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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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聲彈鋼琴 非常有氣質 然後她又剛好是音樂系的 那我覺得今天我能遇到她 真的是老天爺給我的賞賜 我會好好地把握他 給我的這個機會 我一定會好好去了解他 Yes 還記得上週的約會秋季 陳偉跟宣婷要來個早餐約會 他們還說好 要互相替對方準備早餐 這麼甜滋滋的約會 怎麼會挑在四四南村進行呢 你想說是在眷村 你有去過眷村嗎 沒有耶 我是在眷村長大的 真的假的 就是我媽媽 爸爸媽媽是眷村孩子 所以真的很像在 很有Feel吧 很有Feel啊 小時候 好可愛的 我們在那邊開張照吧 我們在那邊 好 我就把照片 我找路人 等一下喔 你上線放 好啊 你先放我開張照吧 謝謝 我要在上面 好 我在上面 原來宣婷是個眷村孩子 難怪會跳在這兒啦 四四南村 是大樓林立的台北市區裡 難得一見的復古眷村 輕鬆的氣息 最適合在這裡夜餐啦 妳怕我們就跳這邊吧 好啊 這個還不錯 好啊 有樹蔭還有桃子 跟你說 我在那邊有戲喔 我在那邊有戲喔 謝謝 太厲害了… 妳要猜我買了什麼嗎 比較多 看起來很多 很豐富的感覺 我有見達出席 大概三個月後一次買出的 應該有蛋餅 然後 什麼小熱狗之類的吧 妳真的不知道 我買鮪魚蛋餅 早上吃鮪魚會比較衝的 然後 然後我想說你們男生 應該要吃麵包比較會飽 所以我買來吃蛋餅 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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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大家想吃什麼 然後我還有再買一個蛋餅 我覺得我們可以吃到 大概下午兩點吧 這幾乎是四人份的早餐了吧 但是只要是軒婷你準備的 陳偉他一定會吃光光的 飲料 我買了抹茶奶茶 我不知道妳喝不喝 妳的表情告訴我 妳不會喝麵茶 沒有啦 沒有… 不喜歡了 真的嗎 不喜歡了 可以… 妳準備了就可以 好… 先拿出來好了 我覺得妳應該很可憐 很可憐 超可憐 超嫩的 我還要準備了一些雞 但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有水梨跟奇異果 我昨天晚上切的 謝謝 如果這樣吃都很均勻 有肉 有菜 有水果 很少男生會主動切水果 陳偉你這樣用貼心取勝 OK 算你幾分 好 妳要吃草嫩的狗嗎 好 妳要吃草嫩的狗嗎 好 這應該是挺安的狗 因為男生都平手 有狗狗 你看人家狗狗 哈囉… 來個不住直客怎麼那麼可愛 好可愛喔 想吃喔… 好可愛喔 不會… 很可愛耶 要吃草嫩的 嗨 要吃草嫩的 喂… 來 想吃喔… 妳要吃 妳不可以吃 妳不可以吃… 妳不可以吃… 妳好吃肉喔 救命啊 進來了 不… 你不… 這時候來的一位不速之客 讓軒婷大喊救命啊… 成為還不快英雄救美 把握機會 走開… 衝進來了 不… 她在那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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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那邊追你啊 她在那邊走… 她在那邊走… 大爹 你們怎麼了 可以不要回家了喔 好 拜拜 好了 回去了 不可以了 不可以再玩了 拜拜… 拜拜… 總算送走這位不速之客啦 但是早餐似乎是遭殃了 坐吧… 很吃酷 裡面都奶奶 有心口味 妳要吃什麼 不要 我會把他哭 我要吃掉吧 1 2 3 如何 原先天天 天愛的滋味 妳怎麼停下來了 吃不下了嗎 好像很大 再幫忙吃一點嘛 這麼多 還有這麼大 好像有點後悔天 很難 可以啦… 我本來想說 你應該很會吃 是很會吃啦 那你吃 我收回那句話好了 沒有 這樣的啦 我已經直接言四把他追 是嗎 對啊 是嗎 對 陳偉 男子漢說到要做到 全部吃光光才面喔 和陽光和草地的約會 有輕鬆 有愜意 更有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那種恰恰好的甜蜜 吃完了早餐 陳偉要帶萱婷去做什麼呢 我喝了 妳好 妳好 我們準備要玩個遊戲吧 玩歌換一下 好 玩玩機好了 好不好 我們聽聽 那輸了怎麼辦 妳輸的話 還妳兒子 好 她有姨子耶 跟你講 好 冰完沒想到 我大概就跟你說 好 那妳覺得要讓你嗎 當然要啊 要讓幾分 50 100 50好了 100好像一點多耶 對啊 一把很多啊 很多啊 50好了好不好 50分 開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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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實力相當的感覺耶 難道宣庭是隱藏版籃球高手 成為發現自己輕敵了 急速黃標 最後 最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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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幹你100吧 男生本來就比較擅長籃球 會輸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嘛 約會來玩遊戲機 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不會有沒話聊的尷尬 又可以製造回憶 不行 等一下 男生說是哪裡在玩 我要上訴 好 那妳上訴 我們去玩那個 穿的那個板子 好 留意中 那這次輸了就要加碼了 加碼要幹嘛 對 好貼心 想到再跟你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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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馬上就推進了一個 看來他說自己很厲害 也不是碰空啦 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 退後 還沒了 加油 我贏了 等一下一比一了吧 加油… 他全靠都做好了好不好 對 因為我腳的頭 然後我腳踢到手 會這樣做 看宣婷賊賊賊的笑容 他的小腦袋裡 在動什麼歪腦筋呢 像妳敢去外面走廊那邊 超人跑 然後再喊我好帥當勞 這…這也太丟臉了吧 這樣成我的臉王哪擺啊 但是願賭就要服輸 硬著頭皮也要硬上啦 我幫你拆 我全記錄 好 好 等一下喔… 太子囉 準備好了嗎 好了… 1 2 3 GO 我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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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 很帥… 要不要發表一下感情 能做這麼丟臉是沒有幾次的 好啦 反問年輕 要不要來拍一下 不要 好啦 辛苦你了 好啦 辛苦你了 好啦 那就要現在換你的懲罰囉 好 也沒有忘記這件事吧 好 會不要嗎 不行 而且我剛剛想了一下 我都這麼丟臉了 你彈一下好像有點少 不會 所以你要彈三下好不好 男生要… 有聲勢風度一點 我本來想要十下吧 十下 大概就彈三下這樣 那我額頭會不會扁掉 不會…我會彈很輕喔 兩下 好 兩下 給你打折 好 我準備好 願躲服說 準備好 1 2 3 1 2 3 很輕吧 很輕… 彈一下 好… 好啦…認真一點 沒有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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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妳一個小禮物 給妳看 好… 好好喔 輸了還有幾乎耶 是不是 多好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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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原來陳偉還記得 宣婷在節目上問她的問題 你很會自拍嗎 或是很會幫別人拍照嗎 實不相瞞 就是拍拍的部分還滿厲害的 把說過的話 做過的事都記在心裡 是無比貼心的事情 還用閉眼睛這招來送禮物 該不會這一切都是你盤算好的吧 陳偉雄 今天整天這樣玩下來 其實還滿開心的 然後尤其是我們早上一開始在野餐的時候 她有準備野餐店 我覺得這真的很貼心的一個女生 她沒有像在節目上看到 大家覺得她跟大啦啦 比較沒有這麼細心 而且她就是非常非常的活潑 我們中間就非常多的互動啊 玩遊戲啊 或是野餐的時候 發生一些小插曲 被小狗狗追啊 什麼的 但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愛的女生 那我跟她出來真的非常開心 可是不知道她之後會不會再跟我出來囉 陳偉你在那邊幹嘛 沒有啊 就是剛剛趁她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買兩張電影票 然後留一個小紙條放在桌上 然後就是跟她說 如果就是 她願意之後再跟我出來的話 那她就會拿著電影票掛來找我 那可是她如果就是覺得不OK的話 她整個就把她的票退掉 然後就一個人去看了 今天的小千辛約會 讓陳偉越是了解萱婷 就越想跟她有進一步的認識 握著實實在在的兩張電影票 卻不知道萱婷心裡想的是什麼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啊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 然後我覺得陳偉她也是一個 很細心的男生就是 就是會為我著想啊 就是你看早餐準備很健康啊 然後還會有飲料 然後到最後甚至連處罰之後 都還有小禮物 所以我就覺得她還滿用心的 而且她都有想好說就是 形成整個的規劃什麼的 我覺得她是一個 還滿細心的產生 可是我覺得就是朋友 就是朋友 你從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萱婷這句朋友 還真是重啊 不農不烈的朋友關係 電影開眼前 萱婷會出現嗎 好 好 差不多在一兩分鐘左右 超緊張 那你覺得她會回來嗎 我 希望她會回來啦 我還一個人看電影很慘耶 不會還繼續羅大 你自己估算一下吧 看今天的互動應該一半一半吧 應該還滿OK的啊 對啊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對啊 那我們去看電影吧 謝謝 不要因為一句朋友 就害怕潛進 這個是代表你比別人更有機會 接近愛情喔 正妹約會週季 See you next week 我們這邊大連線 越來越國際快了 很多地方都看得到 香港的朋友們 也看得到我們的節目了 公黑雷了 真的 因為我們演完電影之後 這個節目也有考慮也在 好萊塢過去了 每個類型 OK好不好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 每個禮拜六晚上還是要鎖定 我們台視的 聖妹大連線 好不好 接近 接近 Hot Girls 接近 接 接 世紀女神登場 他有陳志賢的感覺耶 真的 舉手偷租 都讓人神魂天道 為了跟正妹約會 出來根本滿口花言巧語 你還可以當我的順目親子 就會為了你練出這次的歌曲 我真的很喜歡這道浪漫 女神的降臨 都在下週 正妹大連線